中国诗词大会火了 特别的火 大街小巷要谈 中国诗词大会 撕名牌土了 过季了 那么它怎么就突然火了呢 我们中国诗词大会前面 有我以为那叫第一季 第一季我瞧着瞧 其实也不错 但是没有第二季火 为什么不如第二季火呢 第二季有一美女董庆出现了 另外呢 第二季里有一个 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个环节 叫飞花令 这飞花令啊 其实它是一老事儿 并不是一新事儿 过去喝酒的时候 如果讲点文学 讲点情调呢 就出个小令 有令牌 那么飞花令呢 主要是拼记忆 拼联想 拼速度 拼你这个储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储备相等的情况下 一定年轻的占便宜 为什么年轻的人思路快 你可以看到 在中国诗词大会上 都是年轻人占便宜 岁数大的人反应都偏迟钝 你像我就特迟钝 那么飞花令呢 在古代酒令里呢 它属于比较雅的令 酒令里还有俗的 恶俗 它主要是罚酒用的 我们过去喝酒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喝酒有个问题 如果酒我们不计较的情况下 那谁喝多了 谁吃亏 为什么吃亏呢 你晕了 你喝大了 你难过呀 酒令是用来罚酒的 我们现在有人 说罚酒不怕 一进门说 说我今儿吃到了 我先自罚三杯 光光光一喝 所有人都看着他 说你慢点慢点 你酒跪着呢 你这种是喇废 是茅台 你上了全干了 那你算怎么回事啊 所以过去的这个酒令呢 就是作为一个游戏 罚酒 那么飞花令呢 最早它诞生于这个西州 我们很早就有了 随唐的时候就很完善 就很完善 因为飞花令呢 你想这飞的这个意思 就很明确啊 飞的意思就是来回来去的 飞花令来回来去的 你可以选择诗语词 也可以用取料 一般情况下 这种飞花令呢 也不能太长 那么我那天正好赶上 看着就是 这个飞花令呢 出的是山字啊 山字呢 我认为这个山 山水 花草 这都是最常演的字 所以像这样的飞花令 一般情况下 拉几十个回合 应该是很正常 结果我在上面看 大概拉了七个回合 就是七个回合 第八个回合 就一个选手就落马了 那么第一个回合是什么呢 我们都很清楚的啊 山外青山楼外楼 下面对的是 收取关山五十州 到第四个回合的时候呢 这选手突然冷不定 冒出一句 毛主义诗词 我就一愣啊 他说中山风雨 起仓皇 下面这选手呢 我以为他也要对 一毛主义诗词 结果这个选手就说呢 只在此山中 人身不知处啊 他对了这么一句 我当时就想 要是毛主义的诗歌 能够山字啊 就是咱们就陷于山字 做非话令 我觉得三十个都能对出来 拉了几个来回以后呢 到了这个最后一个 这个选手说呢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对面这哥们 就直接就落马了 我们这代人啊 小时候说实在的 对毛主义的诗词呢 比对唐诗还熟 因为当时唐诗读诗的时候 还多少受点限制 你比如说毛主义的 三十七首诗诗词 第一波啊 公布的三十七首诗诗诗里 我估计啊 我简单的估计 大概得有一半 都可能带山字 一边最有名的 就是他的十六字令 我说要如果 让我上 就先来这一条 山快马加鞭卫下岸 对方如果会 就是山倒海翻江卷巨栏 让我山刺破青天鹅卫蓝 就没了 这令就三首 三首 那上面还有大家比较熟的 红军不怕远征南 万水千山之等前 毛主席的这个 山武银蛇 圆池辣相 你比如说毛主席还有写过 写卢山 一山飞至大江边 月上葱龙四百旋 山下荆棋在望 这是说井岗山 山头骨角香门 这个还有就是 雨后赴斜阳 观山镇镇仓 你看 装点死观山 这都是毛主席的诗诗里 有的 踏遍青山人为老 风景这边读好 纸点江山激阳文字 这是毛主席早年的这个词 非常有名的词剧里的 看半山红遍 这都是有山嘛 比如 今日向何方 知之物一山下 山下山下 绷展红旗如画 那比如说还有 简字幕兰花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观 九一山 九一山上白云飞 对吧 但有就是 九有凌云志 崇上井岗山 你看我说了多少了 我说了十好几个了 我当时想 如果这个 让我做山的飞花令 我肯定光毛驴的诗 就能揉出个十几二十首来 我们大家在诗词大会上 看到的飞花令 其实是一种 最简单的飞花令 它并不难 就是它出的字 第一简单 我说山水 风雷 花草 都是这类简单的字 如果出比较复杂的字 或者说比较生辟的字 那你很难去衔接 再有呢 就是它的飞花令 只要求你说 这个字面上的含义 并不使用隐喻的说法 还有一种飞花令 就非常的难 它用隐喻的说法 比如啊 同样是山 我们说山不见山 就是你说的这个诗词里 可以说到山 但你不能 直接把这山字说出来 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毛主席诗词里 有风墙洞 龟蛇径 起宏图 一桥飞驾 南北偏见面通图 它说的龟蛇径 就指的龟山和蛇山 你比如杜甫的啊 这个代宗 夫如河 其辱轻未了 代宗就是山 所以这种隐喻的 你就需要一次联想 这个联想 对你来说难度很大 我们再比如你说水 水也可以 我们直接说水 就比较容易 如果说 你可以说水 但是 你不能直接把水带出来 用隐喻的手法 你比如我们 半江色色 半江红啊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说的是瀑布 说的是水 这可以 但是不能把水 这个字带出来 我倒是很希望 我们第三季 诗词大会的时候呢 有这样一种形式 加大难度啊 对选手是一个挑战 中国古代这种游戏很多 我们可以看成 中国诗词大会 是一种诗词中的游戏 比如过去有数字诗 宝塔诗 顶真诗 但我不主张 我们在喜欢国学 或者喜欢诗歌的时候 玩这个 这个你知道就可以了 对吧 过去说数字游戏 比如据说 钱龙皇上写过这个 一片一片又一片 两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 飞入炉花都不见 理论上讲 这种诗写到第三句的时候 是写入了绝境 你如果能靠最后一句 把它救活 这就是诗歌的魅力 我们诗词啊 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表达 很多转折的地方 是非常精彩的 过去有这样的诸寿诗嘛 就是开玩笑 相声里好像也说过 说这个人来诸寿嘛 老太子过生日啊 就来一个人进门就说 这个婆娘不是人 满场 举作震惊 你进门不就骂人吗 人家下面这句高级啊 叫九天仙女下凡神 一句话就把他给褶过来 然后说生儿子去做贼 又得罪一句 然后偷德仙桃 献至亲 这个就反映出诗歌的 这个转折的特点 不是每一句话都能说死的 你如果有能力 你下面这一句就把它折过来 我们这个说了这么多诗啊 其实很多形式上有特点的诗 比如宝塔诗啊 什么叫宝塔诗呢 就是这字数是这样的 第一个是一个字 然后两个字 三个字 四个字 五个字 六个字 七个字 这就叫宝塔诗 宝塔诗呢 这个很多诗人都写过啊 就是一般宝塔诗都是一个字 标题都是一个字 因为宝塔尖上就一个字 所以不管写什么 这个 这个字呢 就是你的诗的主旨 比如有人写过山 写过水 写过诗 你比如袁真写过一首诗啊 叫茶 第一个字 茶 第二个字是什么呢 香叶嫩牙 大家都听得懂吧 牧师克艾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吊钱黄蕊色 婉转取尘花 夜后腰瓣明月 陈前命对朝霞 喜尽五金人不倦 将至最后起看花 宝塔诗啊 作为好一种创作的乐趣 你像原者那么大的诗人 他都写 不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们学诗 一定不要掉入这个歧途 我们如果走入这个歧途的话 我觉得你就会 在技巧上拼命地去钻研 在意境上少下功夫 诗歌重要的是意境 不是技巧 我们的诗歌啊 就是最初呢 是我们有早期作品 我们的诗经啊 我们这个一读四十五经 就是诗经啊 诗经十三百 我们如果喜欢文学的 或者是文学专业的 这都是应该是必读的 但是我们今天一说诗歌呢 往往局限 或者说往往大家概念中呢 就是唐诗 为什么唐诗给我们这么深的一个印象呢 就是因为唐诗在唐朝有了极大的发展 他对他本身诗歌中呢 加进了很多这种限制 诗歌的韵律我们都很明白 古诗就有啊 陶渊明的诗啊 采菊东西下 悠然见南山 他就有很强的韵律了 但是他韵律是天然形成的 唐诗以后就开始变得 规则越来越多 比如评测的限制 用点的限制 对账的限制等等 因为有了这些规则呢 这唐诗就变得非常好玩 他有点像一个游戏 我们的体育竞技就是这种情况 比如你喜欢看打篮球 打排球 踢足球 他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生猛 而是因为这些人在规则下生猛 所以规则很有意思 那么唐诗呢 就作诗呢 唐代以后就纳入了科举考试 所以过去的各种就是文人 做诗是一个这个基本条件 基本人都会做诗啊 就是诗有好坏之分 但是没有你会不会之分 那为什么我们现代诗啊 我们现代诗为什么不普及呢 就现代诗喜欢的人总是小众 不是很大众 不能普及到这个百姓当中呢 主要是现代诗呢 一直没有出现一种规则 没有规则就很难判定好坏 我们唐诗是有规则的 对吧 你比如说你用点 用点是个规则 你用点的时候 如果你用的点比较生僻 但是这个点又恰如其分 那所有评判的人就会给你高分说 这诗写的好 用点用的好 对吧 比如简单的对仗啊 这个山河水队 雷河风队 这都是最简单的 但是对仗中呢 也有很巧妙的对仗 所以在这种规则下呢 唐诗就逐渐壮大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就很有意思 并不是因为它无规则发展得快 而是有规则发展得快 这就是事物的两个方面 那我们这次这个十字大会呢 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 就是背诵 背诵呢 我看好像有的选手介绍说 可以背三千首唐诗 三千首唐诗是多少呢 大约占全唐诗的6%到7% 全唐诗不足5万首吧 那你要会三千首已经很多了 三千首就是 唐诗有一个诗人叫白居易 他一生血就留下的诗大约就三千首 就换句话说 你如果能把白老头的这个诗全背下来 也算不得了的一件事 那么我们今天 我觉得不打要求 这个现在的年轻人都是 你背三千首 三千首你要花费很大的功夫 咱们讲个简单的道理 你一天背一首 三千首要背十年 对不对 你一天背一首 你有一天这个没背 你就下一天就得补 一天背一首诗 你还得保证你前面的诗不忘掉 那三千首的数量已经是很大的 我们不要求每个人去 有人特别有癖好 愿意去努力 那是个人的事 但我们应该背多少首诗呢 我想一想啊 我觉得我们一个人 怎么应该背一百首诗 诗词 唐诗诵词一百首 你说这一百首我听着挺多的 我背不下来 那我觉得一个人啊 怎么少则也得背个三五十首 三五十首你觉得有困难吗 没什么困难了吧 我们先讲讲 你说有困难呢 我给你马上一首一首的讲 第一首床前明月光 剩二十九首了 对吧 除和日当午 剩二十八首了 这个呃呃呃 趋向向天歌 又去一首 二十七首了 你想想 你现在就剩二十七首了 所以一个人背上三十首诗 我觉得对于一个中国人 这是最起码的 我们说的背 一定是你终身都会背 不是说我背下来了 然后尿爪我就给忘了 这不能算 说我小厨 我听很多人都跟我说 哎这是我小厨熟证 我都会背 我说你给我背一个 他背不下来 我们说要背下来 一定是 从小到大 一直到你 躺在床上不行了 即将离开这个星球的时候 你还可以背下来 这就叫背诵 那么 我们讲过学习 古人对于学习 这个 早年学习的 有一个要求 就叫诵读 诵读就是背诵 你能够背下来 我不要求你理解 诗歌是这样 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 你会慢慢慢慢地理解 小孩一开始肯定是背儿歌嘛 对吧 儿歌 对 这个比如这个 洛宾王的儿歌 刚才说了 鹅鹅鹅 曲向向天鹅 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青波 这个是 还饶了你还少俩字呢 这是 十八个字啊 这个五绝是二十个字 这个永恶只有十八个字 那十八个字 那有人就说 这写的有什么好 不就一小孩 这小儿歌嘛 是吧 我问过很多人 我说这个 这个洛宾王的这个童年啊 据说六岁之作 永恶写的有什么好的 他说没什么好的 我告诉你 这他就是写的好 要不然 他就不可能 跨过一千多年 到今天 写进我们的小学课本 他好在哪 我们可以细细地 把它分析一下 比如第一句 第一句是什么呀 恶恶恶 恶恶恶 你说这有什么好的 这就好 为什么 我们今天说过吧 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就是恶恶恶 先说三遍 人绝对不说两遍 也不说四遍 说三遍 第二句呢 叫趋向向天鹅 什么叫趋向向天鹅呢 向是脖子 趋向拐着弯的 向天鹅 向天上发泄 发泄情感 对吧 那么他这种宣泄情感呢 趋向 他肯定比直向要好看 对吧 他有一个曲线可供你看 又有画面感 又有声音感 对不对 这就好看嘛 那么下面是什么呢 跟着就是颜色的表达 白毛浮绿水 绿水 我们有时候到江南去看 尤其春天的时候水比较绿 一冬过来水比较绿 白毛浮绿水 这个颜色感非常强 红掌波轻波 我先问你 什么叫红掌波轻波 你说这个鹅和鸭子那掌不是红的吗 对吧 尤其鹅颜色更重 它在那波轻波你看得见吗 你看不见 你肯定 它游的时候 它在底下 它在肚子底下 它那么刨着 你看不见 你什么时候能看见它 红掌波轻波呢 是它觅食的时候 你们注意看 油禽 它往水里扎的时候 不管那鸭子呀 还是这个鹅呀 一头往下扎的时候 屁股往上一翻 这俩红掌你就看见了 还紧着扒了 这就叫红掌波轻波 那好 白毛浮绿水 是一种悠闲的状态 红掌波轻波 是一种紧张的状态 那么我们看前面说了 前面是声音 趋向向天歌 声音很清晰 冲天的 这个红掌波轻波 是觅食的 冲夏的 你看 一个冲天一个冲夏 你看没有 水中鸡子嘛 就拉开了 是吧 这种感觉呢 我们有了情感的宣泄 有了生活的所迫 就是这样一个小诗的精髓 我们的听觉 视觉 情感宣泄 生活的紧张状态 未生活所迫 全部都写在这18个字里 你想想 洛宾王不是神童 谁是神童 所以我们就要背诵它 背诵呢 要趁早 对吧 学生大了 你就背不了了 我现在你让我背什么诗 我都背不下来 我就算背下来 料转就忘了 就是我前半生 我前半生背到最后一首诗 就是杜甫的白帝 这怎么背这首诗呢 我那天算了一下 我大概在43岁的那年背的 42 43岁那年 那年儿子上中学 上中学呢 我这一进家 儿子在那儿就说 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我怎么那么倒霉 你怎么倒霉了 所以我今儿抽了一道题 老师让我们背这个 说每个人抽的都不一样 全班同学不能抽成一样 全是课外读物 说我抽了一个诗 我念都念不下来呀 怎么让我背呀 我怎么交差呀 我说好 我说你爹都这岁数了 对不对 咱俩一块背 咱俩就我都能背 你就更应该能背 因为年轻人的记忆力 比成年人要好的 不知多少倍 非常容易背 那么这一首诗 杜甫写的这首诗 是写于安史治乱以后 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背 就说起来 在我背的诗歌里 这首诗属于 比较生僻的一首诗 我到今天还能背 我给大家背一遍 白地城中云出门 白地城下雨翻盆 高江极霞雷霆斗 古墓苍藤日月昏 荣马不如归马翼 千家金有百家存 哀哀寡妇诸求尽 痛哭秋元何处孙 这是杜甫啊 融进了自己 对百姓的这种情感 《暗史之传》 实际上记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当时的 这个中原的动荡 说人死了十之九 十个人死九个 所以诗歌里就有 千家金有百家存 这比例也是十之九 一千家里就剩了一百家 所以这个寡妇就在那哭啊 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不如你把她是我杀了吧 这就是这首诗 我到今天 我到今天 这说起来这诗是 二十年前背的 二十年前背的 我到今天能够很流畅地 把这个首诗背起来 但是不幸的是 这是我人生背的最后一首诗 在这之后 我再也没背过诗 或者说我再背 我也背不下来 那从这个角度上讲 每个人都应该 趁着年轻的时候 尤其是幼时 时间多呀 少打点游戏 少弄点没事的 少撕点名堂 这事就全有了 背诵 是你人生文学积累的 一个基础 你背过了 你才能慢慢地 理解和感受 对不对 你比如说啊 最简单的是啊 大漠孤烟值 长河落日圆 对吧 第一句是这个 面与线的 这个衔接 一个大面 上面一条线 水平垂直 第二个是 长河落日圆 是线与点的结合 那么这种场景呢 在诗歌中 一定是美不胜收的 但是在你没有看到之前 你不能感受的 去年吧 我又去了一趟 这个西北到甘肃 去到那个 去看那个 微晋时期的那个 汉墓啊 里头有的汉画像砖什么的 我去看 看的时候 真赶上天已经晚了嘛 落日下来了 整个那一片 一望无际的 就是大平常 你能感受出 这种长河落日圆的感受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诗 你就感受没有那么强烈 所以我觉得呢 背诵是我们今天 不光是诗歌啦 当然你散文 你要能背诵 那就更好 诗歌因为好背 诗歌可比散文好背得多 它有韵律感嘛 那么 当你背诵的数量 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的品位和修养 其实都是决定于 这种文学的一种积淀 那么如果 我们再说一点 功利上的事 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生活在一个 功利社会 功利社会呢 你其实会背诵一点 说你会获得功利上的一些好处 你比如我们 这个诗次大会 很多选手 他就是在这个场合 获得了很多好处 你比如有的选手 就立刻被观众熟知 是吧 还有呢 就是功利社会 你就算 你不能拿它换钱 但是你能换来很多快乐 你能换来很多 生活中的安定 你换来的情绪 别人没有 它是不是很功利 当你 诗歌的拥有量 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人家说这个人特有情趣 你情趣哪来的 并不是你直接跟他背唐诗诵词 而是你掌握了很多文学技巧 你有表达的能力 如果你不会 你什么都不会 你说话就很乏味 是吧 到了大海边上 就是海还真够大的 上了山以后说 这山还真够高的 你也就说这个 你别的你说不出来 我说过 我原来说过 说我们年轻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没有条件 不像今天你谈恋爱 追女孩 现在叫撩妹 就是你得有条件 你说我有车 我有房 是吧 要不然我有爹 我有娘 你甭管是什么 你总是要谈一些条件 我们那时候 什么条件都没有 每个人都是用文学 去追求对方 就是按现代的话说 用文学撩妹 成本便宜 这便宜也不便宜 你得背很多诗 你跟这女孩 比如这女孩也懂点 你也懂点 他跟你对诗的时候 你们俩玩废话令 你跟他玩实回 你赢实回 你看他嫁不嫁给你 他肯定嫁给你 对不对 春宵一刻值千金 谁的诗啊 苏东说的 春宵一刻值千金 花有清香月有音 因为这句话太有名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 都知道上句 春宵一刻值千金 从理论上讲 这诗可以倒过来写 它应该是 花有清香月有音 春宵一刻值千金 它应该是这么表达 这是顺的 大文豪就是大文豪 不按常规出牌 上来叫 单刀直入 一刀见血 春宵一刻 值千金 把最值千的事 告诉你了 然后再去 轻轻地描述一下 花有清香月有音 歌管楼台 声细细 秋千月落 夜沉沉 这就这首诗的全部 那么今天诗诗大会 大火 我们之前也有过 前两年还有那个 中国好诗诗什么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国学者 大家由于看的这种 快餐无营养的文化 太多了 开始厌恶 这有点像自助餐 刚进中国 我们小时候吃饭 没吃过自助餐 什么叫自助餐呢 这个要不然就自个儿 这个在家里做 要不然到餐厅 就有人端上来 对吧 后来突然发现 有一种吃饭的方法 就是把钱一交 那里所有好吃的 随便吃 一会儿当时就觉得 吃自助餐狂啊 这个吃自助餐 转啊 就每回都吃一度歪 今天你看 自助餐就不行了 第一 大家觉得 吃自助餐 等级不够高 请客 没法请人家吃 那是一种 就是很浅显的 吃饭方式 没有我们这种 违坐的 很正式的 分餐制的 这种吃饭方法 高级 那么娱乐节目 也是这样 我们现在开始 观众啊 开始厌恶 没有营养 这个只有 简单快乐的 这种娱乐节目 有人就跟我说 说我这不能浪费时间 我好像就这么点时间 我看个节目 看着他 一天到追逐打闹 这个对我没有意义啊 所以我就愿意 去看一些这种 新的 有营养的 跟我们自己的 这个文化有关的 这样的节目 所以中国诗词大会 就活了 他一定不是平白无故地活的 我看中国诗词大会的时候 就是我看的不多啊 我没有从头到尾 每一场都看 我就看了一场决赛场 决赛场的时候呢 看到了一个选手 我就特受感动 这个选手呢 41岁 是个农妇 这个选手呢 叫白如云 是河北省的 形态地区的 一个地地道道的 农家妇女 六年前患了淋巴癌 家里为了治病 又脱累 然后又借了债 这时候呢 就靠一本诗词 鉴赏了 自己在住院的 这段时间里去看 把这本书看完 你还把它记下来 这样一个人 我们想想 她没有什么 很好的天赋 也没有很好的条件 就是这样一个 这个农村的女子 能够在全中国的 诗词大会上 能够脱颖而出 你想想 她脑子里里 进去多少十多呀 所以我当时看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的 这个受感动 我觉得诗歌就是这样 几千年以来 由于有诗歌这种形式 它一直在发展 从这个诗经 到了这个古诗 到了律诗 包括绝剧 包括后来的这个 长短剧 它给伴随着我们的 中华民族的这个文明 一直前行 它给了我们生活中 很多很多帮助 这种帮助 更多的是精神层面 我们一旦物质生活 达到一个水准的时候 精神的层面的需求 会变得非常的大 中国诗词大会的 这个成功和这个火 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要翻过头来 去想 我们一生中 有很多年华 尤其小的时候 尤其你年轻的时候 你真的应该 好好地背几首唐诗 背几首诵词 让你一生都变得 比别人快乐 官府眸 揭秘官府秀 我一开始说了 这什么花 我告诉你 这什么花 这花 是刻出来的花 是瓷器上的花 这花 你肯定不认得 我不说你永远不认得 我一说你就认得了 这花叫牡丹 牡丹花 刘雨昕有诗 就是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节 冻京城 这是刘雨昕 对牡丹的一个评价 这个评价非常高 我们过去 有七件俗事 开门就是七件事 柴米油原酱醋茶 这是七件俗事 那当然对应的 中国人还有七件雅事 叫琴棋书画 诗酒花 这里有诗了吧 有诗了 所以七俗对七雅 构成了我们丰富的生活 七俗是我们的物质生活 七雅是我们的精神生活 我们的俗事和雅事 使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丰富 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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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